大家好,我是瑞 今天呢,带大家看一种叫金鱼草的植物 就是眼前的这种金黄色的花 这种花呢,又叫龙口花,龙头花 或者叫做羊彩雀 这种花呢,颜色有很多种 除了眼前的这种金黄色的呢 还有红色,白色,以及紫色 色彩非常的丰富 所以这种花呢,极具观赏性 但我个人觉得呢 这种花叫做金鱼草 更形象一点 为什么呢 大家来看看它的这个花 花朵的形状是不是很像金鱼 通常呢,在花卉种植里面呢 是橙树橙树的 不是单枝的种植 所以看起来更显壮观 我国呢,也广泛种植这种植物 最主要的是呢 这种植物呢,不仅仅是一种观赏植物 它也是一种中药 具有清热解毒消肿的作用 而且这种植物呢 根据颜色的不同 赋予各种不同的美好的抑郁 比如说,眼前的这种金黄色的 人们就给这种花抑郁为金鱼满堂 所以家庭花园里种植有这种花呢 代表着财富 红色的呢,这代表着红韵当头 很美好的寓意 这种花呢,除了它极具观赏性 和做药、中药之外 还有一种作用 大家看看啊 眼前这里是它的花 旁边的植株呢 这个大大的 稍微有点带圆形的这个 是已经开过花摘解种子了 那么它的种子呢,可以榨油的 而且榨出的油的营养价值呢 跟橄榄油类似 非常的实用 关于这种花呢 还有一个美好的传说 是说有一条金鱼 喜欢上了一个男孩 因为这个男孩每天都到河边来钓鱼 金鱼呢,就在水底下每天都望着它 每天都等着它的到来 但是有一天 小男孩再也没有出现 过了很久 人们就在河边上发现 长出了一种从来没见过的植物 它开的花呢 那个花朵的形状就很像金鱼 所以呢,人们就把它叫做金鱼草 其实我还有一个发现 从这个位置看来 看看它的花 它的那个花朵像不像一顶帽子 带帽眼的那种帽子 你们有没有觉得呢 然后就在这边